大家好,我是常青,我讲讲三个卡干营哦 上一次就说到要带大家制作手工石墨豆腐 今天常青带来了 客家话里面经常讲 整酒墨豆腐没有哪个我那老师傅 客家民谣里面又讲到 行麦莫萨眼叮当,一行向来墨豆腐讲 拜三金拜呀,墨豆腐 今天你娘娘就到天公哦 那墨豆腐的水平高低 就是衡量客家人手艺水平的一个标杆 今天就随着长期的镜头 那出 몸呢,一咱玩火 好,好,好了 刚上吃,"坡",渣小reen, 在摘五学lang, 加火鱼积, dependent量墨豆腐 每天天都捅, 活好的水平开 豆腐就已经做好了哦 这可是正宗的客家手工死磨豆腐 您学会了吗 您想亲自来体验一下 制作豆腐的过程的话 就来井冈山找藏青吧 藏青带你看井冈再见